大家好 今天介绍一支直剃刀 这是英国OspenGallet刀厂制造的 Ospen刀厂是在1830年代成立的 最早成立在伦敦 伦敦好像有婚店在伯明汉 这家刀厂其实它是一个公司 它在卖这些美装品、这些什么剪刀 刮屋膏、卫衣设备也有 早期的公司它都是相关的产品都有做 后来专卖剃刀 开始做剃刀的时候是在80年代 它这个剃刀最早是在英国的伦敦制造 它使用的是这个谢威尔德的钢材 谢威尔德是英国的钢层 这个世界知名的钢层 最早这个冶金鞋在发展的过程中是在欧洲 最早美国没有什么重工业 美国的所有刀器全部都是从英国运过去 因为它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 所以它最早都是很严实 所以它连一个小刀 整个刀它也是从英国 谢威尔德的钢材制造 所以最早的这些冶金鞋 这些都是在英国跟法国跟德国在这边发展 所以最早它做剃刀 你知道剃刀的这种 它的凹膜 凹膜可以让剃刀变成功力 它是在德国研磨的 为什么 因为最早发展凹膜 主要是在德国 那德国的凹膜机器 它可以做很棒的全凹膜 你看这个 你看它这个 它这个没有背景 那个拍的不太出来 几乎很薄 所以可以很功利 那这个英国最早 它这个凹膜的机器 凹膜原来剃刀是没有凹膜的 这是平的 那凹膜机器没有德国的好 所以奥斯本 奥斯本 它就把这个 这一个品牌的刀 送到德国的汉堡去研磨 所以它就是 变成一种混血的产品 就是说英国的钢 然后跟它的锻造 跟装配 然后拿到德国去做奥膜 再回来 然后再寻找全世界 全世界 你会解释 现在很多人都说 我这个是纯美国产品 这个什么德国产品 英国产品 为什么会去搞一个这个东西 因为 你看它这个 这一家的刀厂 它有几个品牌 像Crop 跟Osk Osk Osk 还有一个是Ogi 还有Emo Emo 那它总共有大概六个品牌 那这一个 Crop Crop 是它的主要的品牌 就是说它的 像皮包的旗舰产品一样 所以它 它 这一个品牌 你会说 为什么一家公司 要做那么多品牌 因为每一个品牌 它都有它的主要的客户 譬如说 那个 O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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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叫Osk 有一个品牌叫Osk 它是这个 那个 比较 这个 Osk 对Osk 我一下子想不起来 它的刀片比较窄 比较窄 因为这个比较宽的刀片 那个 比较宽的刀片 它 有的人拿不习惯 因为它 就等于说 它 距离这个皮肤 感觉就比较远 那比较窄的 它就有贴切 贴身的感受 它会刮比较习惯 这个要看习惯 这个并不是说 一定要比较宽才比较好 那这个Crop 它就送到德国 而且这个也是它的特色 所以你看 它这个盒子上面 你看 这边写 Real German Hologram 真实的 德国的 奥模 Hologram 就是奥模 奥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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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在这个产品上 它就主打 就是说 我这个是德国研磨的 那它其他的品牌 就没有这样 其他的品牌 像我刚才讲 Oscar 它是在英国研磨的 所以你想想看 每一个国家 它可能某一方面技术很新 某一方面比较差 输给哪一国 那假如它合作起来的话 这个产品就 两边都赢 所以像现在德国在做电动车 BMW 它就要跟英国的一家公司 好像是教官 合作出产 这个新世代的这种电动车 那这个刀也是一样 你看 其他的刀 有没有像它这样很少 所以它在上面就要主打 我就是主打 我这是在德国汉堡研磨的 其他的没有 就表示说 它这个比较优秀 所以它卖的比较贵 很多人买这个Crop 它是买了别的牌子 这家公司的别的牌子 觉得很好用 才去想看 它还有其他的牌子 我来买买看 就会买Crop 英国Crop的刀 它除了钢材好 而且它的做工好 研磨好 风力 所以很受这个英国人欢迎 很多英国人的第一把剃刀就是Crop 这为什么很多人说Crop 它以为这是日本吧 日本刀版 这是Crop 没有它这叫英国刀 也不是德国刀 这个名字 它就是英国 你看这个盒子 有人说 这个盒子怎么破破烂烂 我跟你讲 这一百年的 一百年的盒子 你还在跟他 跟他讲 你这个 那你该去看医生 一百年的盒子 你看不到 纸盒子 它这个盒子 是因为它做 这个盒子品质比较好 所以很多人有的时候 它这个盒子已经阵亡了 就是烂掉了 盒子还在 所以有一些其他的盒子 就拿来用盒子 所以你会常常看到Crop的盒子 然后里面是别的盒子 我讲的常常看到是 比较上来 就是有盒子的盒 收藏剃刀的人 有一个心愿 就是说我要收藏剃刀 还有原厂的盒子 但是常常不如愿 我们挤这个双人牌的 双人牌的盒子 你要碰到 这个旧刀 你要碰到盒子 你可遇不可求 那有人还 有还 还要闲 对不对 那个双人牌盒子 你在美国 光盒子就要卖三十块美金 可能有人还卖四五十块 因为很少看到 对 双人牌剃刀有 到处有 因为它生产很多 全世界 所以你会碰到 双人牌的旧剃刀 但是 旧是没有盒子 就是没有盒子 我们这边很多双人牌的旧剃刀 就是没有盒子 就这样 所以你要看得到这个盒子 Crop看得到盒子 这很不容易 你看到这盒子 并没有很旧 你看 这还很 字体都很新 因为没有像 有的 这种旧的 脏兮兮 有的还缠这个 缠这个胶带 因为 快散了嘛 不缠胶带 这个整体来讲还算不错 有就好了 你还要挑什么 对不对 这边有的 rung poi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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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圆尖 point就是 刀尖 他这个 剃刀的刀尖 不是像我们那种 那种小刀的刀尖 尖的 这真的是尖 他这个前面都是叫刀尖 因为他不是在用刀尖刮斧子 他用刀刃在刮斧子 所以这个前面就是刀尖 刀尖是圆的 这个叫做圆 圆尖 圆尖的剃刀 剃刀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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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crop 我不讲其他牌子 就讲crop crop它的牌子 它的刀片 它也有 荒的 荒的刀尖 刀片有 八分之五 八分之六 八分之八 八分之八就一寸 一寸宽 这一个是八分之六寸 一只剃刀 被使用的情形 怎么样 你可以看 使用情形 有时候你保养不好 也会变成当使用情形 变成烂烂的 或者是生锈 怎么样 你看它这个 第一个 看它这个 饼片 你看这支饼片 还这样闪闪花光 就是没有怎么使用 那你看这个饼片的 有没有切脚 有很多都会切脚 因为用久了 砰砰撞撞 就会切脚 你看看这个 很亮 它这边有一个 柯名字 前一个使用者的名字 好 好 好 这个是奥摩 这是奥摩 它的刀背 有一点弧形 有一点弧形 轻微的 轻微的 这个是双肩 这边有两线 两线就是双肩 双肩就是比较顶级的 这个剃刀 才有双肩 便宜的 便宜的 大概都单肩 当然 中国的它要跟你拼 它 中国的剃刀 大概在美国卖 大概六块钱一支 六块钱一支 它也有双肩的 也有没双肩的 双肩的它的剃刀 就是钢 钢质 钢材 就比较烂 你看这个刀 它是这个镜面 镜面 你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有连带的 所以它也会有 那个 凹痕 那个 近一点看 它等一下 你看 你看看 另外 它这个是 摄影机 近射 它有放大的效果 所以你在 稍微眼看 你就看不到 看不到那些东西 有没有 那近看以后 就放大 什么加工 很多出来 像这个 它这个是镜面 它这个不是那种 最棒的镜面 但这是德国的 研磨的 镜面 所以你看 看这个 广光就知道 比较差的镜面 它的光线 广光 就比较暗淡 它这也是用沙轮 去做这种 凹模 它其实就是 一个 一个机器里面 有两个 两个轮子 然后去调 调这个凹模的深度 然后从里面 这样拉出来 哎呦 好 好 那么再来看 它这个 刀根 它这个 非常糟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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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它的那个 商標品牌 看另外一邊 看另外一邊 Ground in Hamburg 指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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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它是在德国汉堡研磨的 这一家公司在1910年以前 都是在德国研磨 在1910年以后就是在英国研磨 所以1910年以后的 它在Ground in Hamburg是最早 大概在1980年代的时候 然后一直到1910年的时候 它就1910年之前 在1990年到1910年 它是写Made in England 然后Ground in German In Hamburg 英国制造德国研磨 就是说它的刀跟有三种标注 就是Ground in Hamburg 像这一支 就是在汉堡研磨 然后再来就是英国制造汉堡研磨 再来就是英国制造汉研磨 所以在1910年以后 全部是 他们讲 All British 就全部是英国的 就是说纯英国 英国种 那个时候大概就是机器有 技术也有 所以它就自己 所以你像这个Crupp的牌 你就可以看到 Ground and Made in England Ground in England 就是这样 那个Made and Ground in England 这个就是在1910年以后 所以这一支刀是在1910年以前 1910年以前 那么就是在109年以前 所以这支刀有可能 一百 那个二十年三十年 可能一百零九 到一百三十年之间 这一支刀 好 那么 现在很多刀具 要看刀根 就可以知道 它是什么年代制作 因为 要更换刀根 一定有理由 比如说 这个 搬掉 卖得不好 或是没有图案 只有字 然后 他就想 需要说 再换一下 看会不会卖得好 所以很多刀厂 它的刀根并不是 今天高兴换 明天高兴换就换 这样 所以它通常都有原因的 所以 你看它的刀根 就可以知道 它是在哪一年的刀具 像那个斯拉德 它最早在窝等 在窝等 这个地方制造 所以它的刀根上面就写窝等 窝等就是五十几年以前的刀 五十几年以内的 就是在纽约 就是在纽约制造 所以你看那个刀根就可以知道 所以大部分剃刀 也是用这样来判断 其实你从这个刀根 有的时候它在这个广告上面 你也可以看出来 它哪一年的广告 其实现在很多那种广告 现在因为剃刀太多了 所以以前的广告你都可以找到 甚至每一年的广告都可以找到 每一年都要广告的 一年广告好几次 所以你就看它广告上面写的 你就知道说 这个刀大概是哪一年的 那像这个刀就可以写的 1910年以前制造 所以它就是一支百年的刀剂 一百年就是一个古董 古董 那这支刀 你看这个刀 就看起来不像百年 因为它没有什么使用 虽然你刚才看它有一些刮痕 那个是 它有短期使用 但是没有说 经常在用的刀 很简单 你就除了看 我刚才讲的 看饼片的程度 因为你常常在用 它常常会刮伤 或者有切脚 撞到还是怎么样 那这支刀你可以看 它这个整支刀还亮亮 不是说很多 很多有刮痕的话 它这个就不容易反射 因为它有很多杂性 好 另外一个就是看它的这个刀片 刀片你只要常常在使用 你就会炖 炖的话你就要研磨 研磨的话就是把这个铁磨掉 磨掉的话你就 你就会越来越少 所以看剃刀的研磨程度 有的真的夸张到 譬如说它的磨磨磨 譬如说在磨的人技术不太好 所以它磨就往一边起 因为它是有弧度的 所以你要磨剃刀不是一般人可以磨的 那个 所以你越用越磨 这个它就会越来越窄 越来越窄 像这个是我刚才给你讲 它是八分之六寸 宽度八分之六 所以你可以来看 我这个尺 它这个是八分之一寸 所以你可以给它量 八分之一寸 你看这个八分之六寸 在这里 有没有 没有什么变 其实你可以看最前面 很少 就是说它接近八分之六寸 所以它就是很少研磨 其实这个谢霍尔德的刚才 就是说你磨一次可以用很久 所以它这个在卖的时候 它就标榜 标榜四大诉求 第一个就是说 它是这个谢霍尔德制造 第二个就是说 它是德国研磨的 第三个就是马上可以刮胡子 第三个就是马上可以刮胡子 第四个什么 我现在想不想 所以这个就是不必再研磨 马上可以刮胡子 你不必再研磨这个 这个奥磨 总共四个诉求 你想想看 它把德国研磨当做一个特点 在那边广告 所以德国刀剂 研磨的技术 其实就是世界上来讲 美国人是不服气的 但是德国人认为他们是研磨 是世界第一 你看全世界所有的剃刀 你一讲 人家就想到德国的 所以它盒子上 刀盒上才会讲说 Rare German hologram 就是说 我这个是真正的德国的奥磨 只要这个不是一个很优点 他就不必写了 他就讲 英国要用英国研磨 他也不必花那个钱 送去德国研磨 因为我刚才好像有讲 因为就是英国的奥磨的机器 没有德国的性能好 所以他为了要 它这是他旗舰产品 所以他把它主要的这个产品 送到德国去研磨 然后再回来 你看 所以这个Crop的刀 就比他其他的品牌来得好 所以他为什么他叫做 叫这个主宰的这个刀剂 好 这个是刀 好 他这边有格纹 格纹是比较 两面都有 它是比较难清理的 所以有的刀你要注意 就是格纹你要上游 要不然他游就会这个 在格纹的地方生锈 生锈你就比较不好处理 当然也有方法可以处理 这个刀利不利 隔一隔 隔到 这个是以前跟 跟那个85dc的电眼要的 我们在那个 给你看这个 玄法 斩断这个头法的测试 断掉 这个剃刀他们讲就是说 你不必常常在磨 你只要用这个皮布袋 荡一荡 你就可以用很久 不像一般的剃刀 你今天用 说不定很快就要再磨 那个就是钢材比较差 那谢威尔德的钢材 英国是一个海岛国家 而且没有很大的国土 所以他的本土的铁矿 并不是品质很好 所以谢威尔德 他有很好的练钢的技术 但是他没法找到很好的钢 所以谢威尔德的钢材 其实很多是从瑞典 瑞典的铁矿石 铁矿石其实就是黄铁矿 它的纯度比较高 纯度比较高的 在冶炼的时候 它就比较没有任何杂质 有杂质的话 这个炼出来的钢的品质 就比较不好 还有哪里的 还有德国 不是俄国 俄国那么大 一大物博 所以俄国很多这种 但是比这个中国还好的矿石 还有西班牙 因为西班牙是以前 中古世纪做这个刀剑的大国 所以从这些地方进口 然后再加上英国的本土的这些材料 然后做练出很好的钢 所以你不要以为 西班牙是钢层 所以它的钢就是在英国 不是 当然也有它用本地的钢材 但是它要真正好的话 它就要从外国进口 所以你看你技术比这个原料还重要 你有原料 你不见得可以练一个好的钢 但是你有技术 你没有好的原料 你可以进口 可以买 所以这个刀它讲的就是说我这个刀我不必常常摸 我只要要用以前当一当 就用像这个 我像这个的话 你看它这个是 我觉得是简易型的 现在很多这种专门在玩刀跟玩剃刀 它们现在都用这种 就没有用那种皮肤袋 那皮肤袋是最传统的 而且最主要在研磨的人用 是用皮肤袋 但这种的比较简单 其实你看我刚才在砍 其实我刚才已经做过 因为这影片我不会剪辑 所以我先做了再剪辑 我现在只是给你示范 磨完了以后 把它擦干净 然后再用这个皮肌 这时候就整刃 因为你现在磨的话 它是比较粗粗的 就是因为有刮痕 有那个钻石 你看听那个声音就是 钻石在刮这个刀 那这个的话用整可以让它更锋利 所以你听这个声音比较小 你不要看我这样做 这都要很切实 随便磨随便利 做梦 随便磨就绝对不利 我现在很多剃刀 但是你看刚才那样砍 不是每一支都可以 我都要磨 那这支我可以给你讲 这支我一直在收藏 但是我没有磨过 我只有像刚才用那个 因为很多剃刀 你新买的剃刀 它就是没有磨 没有开封 所以在英国你要买一个剃刀 你拿到像那个你知道双人牌剃刀 新的剃刀是不能刮护 因为它没有磨过 我上次看到有一个买家 他到德国心 他买了六千多块钱 没有开封 因为它只是纯收藏 它是买好看 它并不是要拿来刮护 那这个剃刀 它是来了就可以刮了 它已经用人工磨好了 那现在当然很多那个 那个钻石的机器 钻石磨 什么圆板的 那种旋转的那种 它可以用很精细的钻石 所以现在很多的新的 像那个大 它新的剃刀 它就可以刮护子了 因为它已经磨过了 假如说要纯粹用人工去磨 那不得了 那要两个多小时 那不得了 那光成本就不得了 对不对 那可能赚没那么好 在中国的话 你叫他马上就有一个人给你磨 他也是青菜磨磨 可以刮护子 但是不是很功利 要不然中国你想 在中国你买一支剃刀 大概不到十块人民币 在美国卖六块钱一支 那个什么金元 这上面还有那个硬这个金色的 那个应该是用硬的 那不是肚的 一支六块美金 均盐剃刀 出名的 在中国很多 那所以 它这个标榜就是说 你不必常按摩 那这种凹膜 你也不必去磨 凹膜怎么变不凹 都不可能 你永远不必去研磨 那磨力的话也很少 就是说你每次用的时候就去荡一荡 荡一荡 皮肤再荡一荡 就可以刮了 就可以刮 可以磁润很久 磁润很久 你假如是中国的 你磨很利 刮到一半的时候就不利了 那怎么办 再去磨磨完再继续刮 中国剃刀就是这样 因为它的钢材很差 中国没有冶炼 那个冶金的技术 冶金技术是一个科技 一种科技 一种高升的技术 不是你做那种粗钢 那中国是做粗钢 世界第一名的 产量最多 但是冶金零蛋 比采药还落后 比采药还落后 所以中国的剃刀 你可以收藏便宜 但是有时候拿不出去 现在它有很多做的饼 你看它大部分的剃刀 它用塑胶饼 因为用塑胶饼是最合适的 因为有时候你这么长的时候 有时候歪掉 歪掉的时候你还去挑 塑胶饼最容易挑 像这个常常会 一般的折刀是不会掉下来 打到这个饼片 但是剃刀会 因为剃刀没有内衬 而且这个手柄比较长 比较长 所以它可能会最后碰到 会砍到这个饼片上面 这就是这个手柄歪掉 歪掉的时候你要用热水 像很多那个 那个什么 饮水机就有热水 你用那个热水 然后用一碗 或是一个锅子 把它放进里面 放进里面 软了以后 你等着大概两分钟 软了以后把它拿出来 到冷水里面去调 调调调调调调 然后慢慢调调调调调 最后它就可以调回来 就是这样 这个是初常剃刀要有的基本功 基本功 你可能说这个好难 这真的很难 但是你要靠经验 经验你学了以后就会 还有磨剃刀 不是我刚才跟你讲过 在英国要磨 这个新的剃刀 40英镑 美国要50块美金 在台湾 李瓦斯 通通不会磨剃刀 他磨剃刀以后 他的客人就完了 就会被他刮流血 所以台湾的美瓦斯 李瓦斯 什么事 他红的剃刀 通通都要送去请 专门磨剃刀人 替他磨 所以你不要以为磨剃刀 磨一千个人里面 在剃刀磨好人 可以七指科数 磨一般刀很容易 磨剃刀 这个叫另外一个层次 另外一个层次 还要有很多这种相关的知识 那么这一支英国的 顶级的 豪华的 它是叫Deluxe 就是讲豪华的一支 豪华的剃刀 百年剃刀 百年就叫古董 就到了这里 谢谢你的收看